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是佩妮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进入到几何的部分呢 单位长是1,如果是这么长的话 那请用尺规做图,画出根号15 这个是复习国中所学啦 先介绍一个笨方法,画一个1比1比根号2的 然后在这个根号2上面,再做一个直角 这里直角,那这样子这里,然后这个长度也抓1 像这个根号2,这个1和根号2,这里必须你算出来是根号3 根号3之后,在这里再抓一个直角,长度又是1 像这里根号3,这个1,这个是根号4,又是2,然后在这里再抓一个1 然后在这里再连起来,那这个1,这个2,这个根号5,然后再抓一个1 可以这样做,但是我说极度不建议这样做 你最后会做到根号15的时候,你会做成像一个鹦鹉螺这样子 他会一直往上卷,然后绕过来这样 为什么呢?因为太麻烦了 而且你看我刚刚这样子画,你以为这样很麻烦对不对?错哦 我已经省下很多不应该省的步骤了,为什么? 因为我的这个1,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1啊,我们用尺规做图你要怎么样?量 然后画一条线,量一下 1,1,对不对? 重要的是什么?这些直角勒,你怎么知道它是直角? 所以根据尺规做图,我们要怎么样在一条线上做出一个直角? 你要在这个线上的这一点,以任意藏为半进化弧 以这两弧作为两端点去做他们的中垂线 这样就会过中间这一点 你就做出了线上一点取直角 这样子 那注意这里每一个直角你都要这样做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按理说留下来的尺规做图痕机会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也是 然后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要量那个1单位 这样子,非常麻烦 所以因为做直角很麻烦,所以介绍一个懒人版的 其实概念上是差不多 但是我们只做一个直角,然后利用它一直做 另外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先逼近根号15呢? 为什么要从1开始做呢? 对不对?根号15是3点多吧 我不能先画个3吗? 我从3往上叠可以吧 3就是根号9 然后3就往上做1就到根号10 再往上做1就到根号11,根号12,根号13 14,15 对不对 当然可以 但是这样还是有点麻烦 那我们要做的方法实际上是 2 那我没有拿真的原规做,但是我留下尺规做图痕机 我一样先这个取直角好了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故意取两段 我取了两点之后 做中垂线 所以它就垂直这个 然后量了1 在这里量2 在这里量3 注意哦 我现在这边呢 也一样量这个1 然后量这个2 1和2 这个3 这个2 这条线要连不连起都没有差 因为我们重要的是去量这个长度 所以其实是 画一下 这个长度就是 我这样就一步迈进了吧 对不对 量到它过来这里画一下 中号13 那剩两步那你说我接下来怎么办呢 这里啊 量一下吧 再量过来 中号14 量一下再量过来 中号15 即为所求 可以吗 有看懂就好 这也不是我们要教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教的是这个 这个在过中就可以教了 利用 这个 子母定理啊 我都喜欢叫他这个 直角三角形 斜边上取高 他在说什么呢 我们在哪里学到呢 在那个相似型的这个单元 说如果你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在斜边上做一个高 这个时候这两个脚富余 而且这两个脚富余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两个脚又富余啊 所以他就是 这两个会一样 这两个会一样 可以吗 这样子一来 这个 这个 圈叉直角 圈叉直角 大的三角形也是 圈叉直角 就会有三个三角形 相似 我们取代号好了 A B C 珠 你会得到三角形 A B 珠 相似于三角形 注意要对应角 所以是圈叉直角形 所以是 三角形的 C A 珠 相似于三角形的 大的话是 C B A 所以以边长来说的话 短骨比长骨比鞋边 会等于短骨比长骨比鞋边 所以 B 珠 比 A 珠 会等于 这个的话是 A 珠 B 珠 C 那当然他还可以再导出其他部分 但是我们现在集中在这件事情上面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内向相乘等于外向相乘就得到了 A 珠 平方会等于 B 珠 乘 珠 C 那么 A 珠就会等于根号的B 珠乘 珠 那我们把这件事情 以结论写上来这里 等一下给看 他会得到一件事 就是说如果这里是X这里是Y的话 这边会是根号XY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题目要我们做这个根号15 所以我们要做怎么做呢 画一条线 量那个长度 这个长度 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要用尺规啦 我是为了快速做图 我们在这里 15是3乘5 所以我要取 3加 3段又5段 我要取8段 这个A B 12345 C 在L上取 AB等于3 BC等5 然后过B点 做L的垂线M 那因为这两段是等句的嘛 所以我直接在这里打XX 我就是以事为用这两点做原心 取那个中垂线 做两段点取中垂线 这条线叫做M 可以吗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重点啦 我要在这里 产生一个直角的话 就可以满足这个图了 因为我下面这个直角已经有了 下面这个直角很好做 但是问题是上面这里 我要怎么让它 出现一个直角 考验大家国中学的好不好 还记不记得 我们利用的是这个 交到圆的那个单元的时候 有交 圆周上任一点到直径两端加直角 圆周上的每一个点 因为圆周角是 所对弧的角度的一半 所以如果今天这是直径的话 圆周上的这个点 对过来是这一半的弧 那这个是直角 如果是这个点 对过来也会是直角 这个点对过来是直角 可以吗 我们就利用这样子 可以取得一个在 半空中的直角 所以你要以AC为直径化圆 如果今天要写 这个步骤的话 你的步骤就是 L上 取 AB等于3 BC等于5 然后 就过B点 然后取 直线M垂直月 然后以AC为直径化圆 以AC为直径其实就是以这点为圆星 半径是4 估一下 以AC为直径化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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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连是没有关系 可以吗 那这一集呢 我们还利用一点点时间 一样再来讨论一下 分式的计算 以免大家 有不会的 那我就等于说我都带你们做过一次 那其实这个很多东西都是 想当然了 或者是国中可能有看过的 分式可能没有 分式可能没有 化检这个东西 那怎么做 就是通分 所以 这两个分数都同乘 对方的分母 X加1乘 X减1 就通分嘛 我们通分完就写在同一个分母上 所以这边的分子变成X减1平方 这边的分母是 分子是 X加1的平方 可以吗 那X加1乘X减1变成X平方减1 然后上面 这个 这个拆开来跟他拆开来 中间的2X会相效 留下2X平方加2 可以吗 那这就是答案 就送上去分子嘛 所以是 乘以分母 所以他变成是X加1 上面这里是X加2 乘X加1 减掉 注意这要括号 这样子 所以他变成 X平方 加3X加2 减X加1 那于是这里变成 X平方 加2 X加3 除以 X加1 这个就答案 好那我们的 这一题的做法是 两个 两个乘起来 乘完再合并 会比较好做 会比你一个乘完再乘第3个 再乘第4个 好做一点 那尤其他是特殊设计的题目 可能你 刚才没有发现 那他到底特别在哪里呢 他特别在这个 负1跟负4合起来是负 负7跟正2合起来是负5的这一点 所以如果我们把12乘起来然后把34乘起来看看 他会变成 X平方减5X加4 乘上 X平方减5X 减14 你就会发现他 都有这个 X平方减5X 那如果你 比较 不熟练 怕写错 那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 X平方减5X 设为是A 那就变成是A加4 乘以A 减14 那乘开来就变成A平方减10A 减56 然后你再把它 换回来 这个A其实是 X平方减5X 再进来 再展开 那如果你熟练的话 你可以挑战看看 我就是不要写A 那不要写A我能不能写 那就是说我 还是要把X平方减5X当一个位置数的概念 但是我就把它框起来 那他就是这个 X平方减5X 的平方 就是说这个加4乘这个减14 所以是这个的平方加4倍减14倍 所以是减10倍的 然后减56 如果你可以直接这样写也很好 所以他这个 承开来 用乘法公式承开 A减B平方会吧 他会变成A平方减2AB加B平方 所以是X4次 减掉两倍的这个乘这个 所以是减10X3次 加 25X平方 那也等于你刚才如果把X提出来 他是X-5的平方 但是你X从括号里提出来 其实是放到外面是 X平方倍了 所以他会把X-5的平方乘X平方 你刚刚如果试着把X提出来 但是你称呼还只乘一个X的话 就会错 然后这个也是展开 然后减10X平方加50X减56 这样子就会变成是X4次减10X3次 加15X平方加50X减56 可以吗 那我们这一集就上到这里